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Math学院推出的Android高级UI控制视频课程 我是本套视频课程的讲师超哥 本节课给大家介绍的是 使用系统控制Draw Layout或第三方控制Sliding Menu实现测华菜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测华菜单的使用场景 在很多商业的App中都使用了测华菜单 比如网易新闻QQ等 当我们点击测华菜单中的某个Item时 就会弹出该Item对应的一个页面 实现测华菜单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使用系统控制 Draw Layout 第二种方式是使用通用的第三方控制 Sliding Menu 这节课我们重点讲解一下系统控制 Draw Layout的用法 至于通用第三方控制 大家可以回头自己到网上找一些资料进行学习 在前面的课程中 我们已经讲解了一些通用第三方控制的用法 比如A Chart Engine或者是Swipe Refresh Layout 所以相信通过前面的讲解 大家在学习一些其他通用第三方控制的时候也会比较容易 因此这节课我们就重点来学习一下Draw Layout 系统控制Draw Layout的用法其实是比较的简单 我们只需要按照这三大步去使用就可以了 第一是创建Draw Layout这个布局文件 第二是初始化Draw Layout 最后我们添加响应Draw Layout的点击事件就可以了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写一个demo来学习一下这个Draw Layout的用法 请建一个Android Application Project Draw Layout Draw Layout COME.Math.edu.activity COME.Math.edu.activity 我们首先定义布局 布局的根元素是Draw Layout Draw Layout它是位于Android的叫Spot.v4这个Spot Library中 因此我们要写它的全路径名 Supot.v4.visit.drawLayout 大写的D 然后给它取一个ID 然后建一个ID ID 就叫Draw Layout 在这个Draw Layout它的结尾 也是Draw Layout 在这个Draw Layout中总共包含两部分 一个是一个List Item 也就是说是策划菜单 它是一个List View 包含了很多List Item 那么当点击每个List Item的时候就会弹出对应的页面 那么这些所有的页面我们可以把它放在一个Firm Layout中 因此这个Draw Layout它有两部分组成 一个是List View 第二个是用于存放各个页面的Firm Layout 好,首先是一个Firm Layout 它用于存放各个List Item对应的页面 然后给它一个ID 叫Content Frame 然后布局宽度和高度 都是Match Parent 接下来是一个List View Draw Layout 我们先定一个ID 叫左边的这个Draw 然后是宽度和高度 布局 宽度 宽度 我们就给它一个固定的值 比如240dp 给了个双引口 这边是Layout Layout Layout 高度是Match Parent 它的对齐方式 Varity 我们取为start 然后定义一个背景 background 比如我们就给他一个背景 定义选择的模式 choice mode 也就是说这个list item list view 它只能是 比如说我们只能是单选 single choice or ce 还有什么属性 它的一个分隔线 divide 我们可以使用系统的一个 安卓的一个color 比如这个一个透明的分隔线 再定义这个分隔线的一个 divide height 0dp 这样 这个divide的布局文件我们就定义好了 然后我们要定义 每一个list item的一个布局 和fragment的一个布局 对于 divide 这种list item以及fragment的布局 我们怎么定义呢 我们先看一下运行效果吧 滑动 有list 5个list item 当我点击本地的时候 这边就定一个页面显示本地 当我点击数码 这边就可以显示数码 头条 显示头条 因此在 这个对于fragment来讲 它只包含一个textview 而对于list item来讲的话 只需要对应它定义它的一些样式就好了 这个也比较简单 所以呢我就直接把我之前定义了一些布局啊 拷贝过来 啊 这是一个list item的一个布局啊 它就是一个textview 给它定义了各种各样的样式 对于fragment呢 它也只是包含一个textview 还用于显示 一个文本啊 这个文本呢 就是跟list item的文本 是相同的 好 定义好这些布局之后 我们就是在activity中 来初始化 Joyliart的数据 以及添加某个item的点击事件 我们首先定义两个实力变量 分别对应了Joyliart 和这个listview 在arm create的方法中 首先把这两个实力变量给得到 Joyliart就等于 Joyliart Joyliart Foundview by id R.ard set LeftDraw 接下来就是给这个DrawList设置一个适配器 也就是要给它初始化数据 MDrawList.setAdapter 门里有一个ArrayAdapter 那都是String 第一个参数上下文呢就是This 第二个参数是一个每一个ListItem的布局 就是LidR.ID.DrawListItem 第三个参数就是一个字符串数组 我们这里要定义一个字符串数组的变量 MItemArray 然后我们还要定义一个字符串数组 那这个字符串数组 我把这个从这个之前写的实力程序里面 拷贝一个过来 这样我就可以给这个字符串数组的实力变量复值了 先拿到Resources 然后再getStringArray Array R.Array.ItemArray 然后最后把这个作为第三个参数 这样就给DrawList初始化了数据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这个DrawList设置 就是OnItemClickListener 我们要New一个DrawItemClickListener 当然了这个class是不是系统提供的API 我们要自定义 我们要自定义class DrawItemClickListener 它要实现ListView的OnItemClickListener 这个接口 然后重写它的OnItemClick方法 当点击某个Item的时候 我就调用某个方法来实现点击操作 这里我自定一个方法 就叫SelectItem 把位置参数传进去 接下来我就要定义这个 SelectItem这个方法 它就要定义这个方法 就要定义这个方法 先生成一个fragment 并且把这个fragment 作为当前的一个fragment 就是当前可见的fragment 同时呢 将这个fragment中 textview的文本设置为 draw a list中 选中的那个item的文本 并且将 draw a list关闭 因此 我首先要 我首先要建议 这间一个fragment public static class my fragment extends fragment 在这个fragment中呢 我先要 定一个 自负券长量 fragment item number 比如他等于 item number 至于这个自负券长量有什么用 接下来 大家就明白了 定一个无参的构造方法 public my fragment 然后重写 然后重写他的oncreateview这个方法 重写 oncreateview 在oncreateview中呢 我首先要解析fragment对应的布局文件 view root view 等于inflate inflate 方法 第一个就是定义的布局 layout 点 fragment item 第二个参数 就是container 然后false 然后我调用get argument get int item number string 我得到 当前选中的是第几个list item int i 这样呢 我就可以得到我这个字符串中定义的第几个item的对应了这个这个字符串 所以我定义一个字符串item name 就等于 那get 先拿到resources 第二 getastringarray 第几个呢 就是 先把整个字符串数组拿到 r.array item.itemarray 然后取它的第二个元素 最后呢 我给当前fragment中对应的textview设置文本 啊 rootview.findview 就把rdr.id.textview 把它转换成textview 这是一个整体 然后呢 把它转换成textview 然后这些呢 再作为一个整体 给这个textview呢 设置 文本 item name 然后返回来的时候就把这个rootview返回就可以了 当我 那接下来就是定义selectitem这个方法 当选择某个item的时候 首先要 new一个fragment fragment new一个fragment 然后 定义一个bundle 然后 然后把这个当前的一个编号传进去 作为fragment的一个参数 bundle ax new bundle 这个ax呢 给它 put一个整数 它的key呢 就是myfragment中的这个字符算长量 它的value呢 就是当前的operation 然后给这个fragment设置 arguments 把ax传进来 接下来就是把当前的这个fragment作为 新你有的这个fragment作为当前可视的这个fragment manager manager 先定一个fragment manager getfragment manager 这个fragment manager呢 就是用来开始事务和结束事务 要用fragment manager的 要用fragment manager的 content of frame content of frame 第二个算数是fragment 然后commit 提交事务 然后draw list 他调用setitem checked 啊 就是当前的这个位置 作为就是作为一个选中的位置 tr 加个算数是true 然后呢 将 drawal关闭 要用 drawaliat的 closedrawal am drawalist 好 这样我们就实现了 我们想要的这个策划菜单选中后 显示某个fragment这样一功能 我们运行一下 好看一下运行效果 策划 弹出一个策划菜单 显示一个list view 有五个list item 点击本地 来这里显示本地 然后关闭策划菜单 点击科技 同时 又形成成一个fragment 替换掉了刚前的fragment 这个fragment中有一个textview 显示科技 同时关闭了策划菜单 点击教育 数码 图条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想要的功能 好 本节课就给大家介绍这些内容 谢谢大家观看 让我们下集课再见 看来 谢谢大家 我们下集课 看来 我们下集课 到我们下集课 我们下集课